好另外再看到复理箱学田村因为没有明显的路牌标示 导致有些民众来到社区时找不到路 那么复理箱民代表会副主席简明志就在咨询的时候就说了 希望公所能够安排设置 复理箱学田村因为没有明显的路牌标示 导致有些民众要来社区时找不到路 复理箱民代表会副主席简明志就在咨询的时候说 希望乡公所能够安排设置 公所的建设客长则是回应 目前会在讨论申请经备将13个村的路牌也一并标示 中央我如果在投这条地的时候 他说这个路牌只是没有资助 不过当时我就要想办法看要倡议队一条医生里面 布里那个所谓 我可以说那条地都要去做 结果呢布中央几个条都给他趴下回来 布里乡长接着回应 路牌标示中央市部补助当初有申请1800万元的经费 并且会规划农村再造 路牌标示也一并来处理 但是经费被删没有下来 所以目前就没有继续执行 不过现在代表会再次提出 会再次跟相关客室讨论一并相设置13个村的路牌标示 因为是一个庞大经费 将会仔细规划提出计划之后再做执行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